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呢给大家开一本这个转科日历啊 转科日历呢已经出了 出到了第五年了啊 然后这个是明年的 也就是2024年的 那我把树峰打开 日历这个东西呢 虽然随着时间啊 就是它会过期 但是作为一本转科的用书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是它的一个书签 然后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第一页啊就是日露八千 希望真的是这样啊 日露八千 有赵之称的 有陈玉忠的 吴昌硕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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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房戒刊的 韩登安的 发售 嗯 已经隔了很长时间了啊 这前松的 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流派印啊 都是流派印 所以喜欢古喜汉印类的 是不太建议去购买的 但是如果说你为了学习编款啊之类的 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 因为它旁边的一些 英文编款的注释啊 都是可以我们去学习的啊 比如像这个 甲城二月 坐于松丰堂中 和镇啊 这一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而且价格也不贵啊 定价是98 然后售价是80元 嗯 后期如果说你发现有活动的话 还可以更便宜啊 这一方我记得在那个全集里面啊 也有好像啊 只是没有编款啊 这个还有编款 蛮好看的 我一般呢 比较推荐买这个的话 买这种普通本就可以了 呃 毛毛编本的话 你还得一 呃怎么讲 你还得给它撕开来啊 就是比较麻烦 当然如果说你比较闲 然后的话 你就喜欢这种文房义区的话 哎 买一本毛编本还挺好的 然后 他也有就是做的就是附带有一个日记本的啊 也有 不过我没有去买 我还是偏好于就是说越简单越好啊 就是买了这种 算是裸书吧 啊 什么都没有啊 但是价格方面啊 比较称得我心 蛮好玩的一些印 然后他很多印其实都在他秋水灾系列的一些书里面都出现过啊 也算是一个呃 他的一些集合本了 如果说你 没有买过那些啊 你买几本转科日历看一下也是蛮不错的 那比如说像这个为谁辛苦为谁忙这一方啊 那就在他的这个迷延栽里面啊 就出现过 然后呃这个福安全集的典长本里面也有啊 是那个圆榻的对吧 啊 还比如说没有买过丁丑节鱼印唇的啊 你也可以就是买一本这个红色的也就是 几年的 这个2020年的红色本 那就相当于是 丁丑节鱼的一个 算是精华本吧 对吧啊 里面挑了一个丁丑节鱼印选 然后我之前一直说他是那个丁丑节鱼印选啊 就是里面很多印都是选 全部都是选择丁丑节鱼的 无锡仔的 比如说你比较偏好像 无锡仔啊 也就是 无浪子 或者说是无昌硕啊 这些 基本上都是这 这些人的印比较多啊 像唐醉石也是 啊 方介堪也是啊 就是这五年里面出的这一些 基本上这几个人啊 今年出反倒是明年出的啊 就是明年的日历 也就是这本日历反倒就是看到了许多陌生的名字啊 比如说像朱乐山 啊 徐山根也是啊 比较常见啊 无浦啊 无补堂 感兴趣啊 可以买一本看看啊 啊 然后 可以先看看 简介啊 他的 介绍啊 里面有大概 什么印人啊 大概什么印封啊 这样子根据自己最合适的一个 去 蛮好的 印刷质量就不必多说了啊 确实很棒 这个价位 然后 硬量也多 365天嘛 那也有365方硬 对吧 然后 论年可能还多一方 啊 那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嗯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这方 那个迷言仔也出现过 啊 很多啊 很多都是他 应该算是资料都重复的吧 嗯 好 拜拜